镜头转回台湾 台湾爆发历年来最大规模的 额压潜流感疫情 最新消息是嘉义县大林镇 在今天晚间又新增了 三座养额厂确定感染H5N8 防检局已经宣布 全台的水禽屠宰场 停止屠宰两天 进行全面消毒 台湾H5N2、H5N8 高遍远性潜流感爆发 防检局宣布将从12日开始 全国的水禽屠宰场 将停止交易屠宰两日 而台北市的家禽批发市场 将进行全场的消毒动作 除了原有的消毒池 自动喷洒的消毒水物 家禽市场也触动了消毒车 以及人工加强喷洒消毒水 就是要确保消费者的使用安全 其实这一次这个疫情 只要把禽肉以及我们的蛋类 都要煮熟来吃 我想对人的这个所谓侵害 会降到最低 希望大家一定要收拾 东宝处也表示 从9日开始 已经持续加强积压而养殖场 公园鸟类聚集处 宠物鸟繁殖场 鸟店等82处采样监测点的检验 恢复交易屠宰后 将会加强受医 驻场检验进场勤内 是否异常 严格把关 而这次疫情 以及停载交易两日 是否会影响到之后的市场价格 加前市场也做出了预估 鸭子的这个价跟量的变化 后续还是需要再做一点观察 不过我这边预期 大概影响应该是 活动不会太大 变化大概在五个百分点以内 大概应该是我这边的一个预估 也表示每次禽流感出现 鸡价大多是先跌后涨 市场处已经对机制的交易行情 密切监控 避免损及消费者的权益 新唐人亚太电视 湖中海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道